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首都师范大学附属玉新学校的王燕梅老师。 很高兴又和同学们见面了。 在这个单元中,我们学习了坐井观天, 知道了位置和视野不同, 看待问题的角度也不同。 认识了韩豪鸟,懂得了做事不能只看眼前, 要提前去计划,用劳动创造美好生活, 学习了我要的是葫芦, 了解了事物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 要联系地看问题。 这节课,我们还要一起阅读一个小故事, 看看你能从这个故事中获得什么启发呢? 请你借助偏音,读一读故事的题目。 和老师一起读一读, 客舟求见 这是课文的插图, 你能根据插图猜一猜, 客舟求见是什么意思吗? 听听学习小伙伴是怎么说的。 我看到一个人正拿着刀在船上刻机号呢, 求见可能是寻找宝剑, 所以我猜想, 客舟求见就是在船上刻机号寻找宝剑的意思。 大家和学习小伙伴想的一样吗? 他为什么要客舟求见呢? 找到宝剑了吗? 就让我们带着问题一起走进课文吧。 这个故事出自吕氏春秋, 就在语文元第五的《我爱阅读》中。 请同学们把书翻到这一页, 自己读课文, 借助偏音读准字音, 努力把句子读通顺。 在这篇课文中, 有一些声字容易读错。 请你借助偏音读一读吧。 和老师一起读一读。 同学们你们知道传闲是哪儿吗? 传闲就是船两侧的边。 看,老师提示的这部分就是传闲。 字音读准确了。 现在请你和学习小伙伴一起再读读课文吧。 边读边思考。 读了课文, 你都知道了什么? 从前有个人坐船过江, 一不小心挂在他身上的宝剑掉进江里去了。 那个人马上拿出小刀, 在船舰上刻了一个记号, 旁边的人催他, 还不赶快捞。 在船舰上刻记号有什么用啊? 那个人不光不忙地指了指, 刻的记号, 说,不用着急, 宝剑是从这儿掉下去的。 等船靠了岸, 我就从这儿跳下去, 准着把宝剑捞上来。 课文读完了。 从故事中, 你知道了什么? 让我们听听学习小伙伴的分享吧。 我知道了那个人寻找宝剑的原因, 是他的宝剑掉到江里了。 我是从第一次案段知道的, 从前有个人坐船过江, 一不小心挂在他身上的宝剑掉进江里去了。 我知道了那个人很想找回宝剑, 因为宝剑掉进江里后, 那个人马上拿出小刀, 在船舰上刻了一个记号。 马上说明他可能很在乎这把宝剑, 很怕找不到它了。 在船舰上做记号也是为了能把宝剑找回来。 学习小伙伴从第一自然段读出了 那个人寻找宝剑的原因。 大家同意吗? 请你们都来读一读这个自然段, 看是不是这样的。 你还知道了什么? 让我们继续来听学习小伙伴的分享。 我知道了那个人坐船过江的时候, 把宝剑掉进江里了。 他用小刀在船舰上刻了一个记号, 旁边的人让他赶快去捞, 告诉他在船舰上刻记号没有用, 可是他不听这, 还说用这种办法只能把宝剑捞上来。 旁边的人是怎么催他的? 那个人又是怎么回答的呢? 我们请学习小伙伴来读一读这两段内容。 旁边的人吹踏, 还不赶快捞, 在船舰上刻记号有什么用啊? 那个人不光不忙的, 折了指刻的记号, 说不用着急, 宝剑是从这儿掉下去的, 等船靠了岸, 我就从这儿跳下去, 只能把宝剑捞上来。 这两位同学读出了旁边人催促的语气, 和那个人不慌不忙的样子。 他们是怎么读的? 你发现了吗? 原来呀, 他们强调了这些字的重音, 还注意了标点符号所表达的语气。 你能像他们一样, 读好对话, 读出语气吗? 快来试一试吧。 你还知道了哪些内容? 让我们继续来听同学的分享。 我从第三次然段知道了, 课中求见这个人不光不忙的原因, 是他认为, 在船舰上刻记号, 一定能找到宝剑。 他不仅自己不慌不忙, 还告诉旁边的人不用着急。 大家同意他的说法吗? 原来, 那个人认为用这种方法准能找到宝剑, 所以他才不慌不忙啊。 现在, 请同学们和老师一起来读一读第三自然段吧。 那个人不慌不忙地指了指课的记号, 说, 不用着急, 宝剑是从这儿掉下去的, 等船靠了岸, 我就从这儿跳下去, 准能把宝剑捞上来。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同学们, 请你想一想, 那个人最后能找到宝剑吗? 为什么呢? 听听这位同学是怎么说的。 不完这个故事, 我知道了, 磕着求剑那个人最后肯定找不到宝剑, 因为船是往前走的, 既好在船上, 也跟着船一起走了, 但是剑落到水里是不会动的, 所以那个人找不到宝剑。 大家同意他的说法吗? 同学们, 你们看, 船移动了, 船上的记号和人也跟着移动了, 而宝剑却沉到了水底, 在原处不动。 读了这个故事, 我们知道了, 虽然那个人也为求剑做出了努力, 但是他没有注意到, 船行驶了, 位置也发生变化了的事实, 所以是求不到剑的。 在你的身边, 有像克舟求剑这样的人或是吗? 和身边的人说一说吧。 听一听这些同学是怎么说的。 有一次我们全家从上海回来, 爸爸开车, 妈妈说不熟悉路就开导航, 爸爸不用, 他说十年前来过, 认识路, 结果走着走着发现路不通了, 只好掉头回来按照导航指示的, 妈妈说, 爸爸来上海是很多年前的事情, 道路可能发生了变化。 妈妈给姐姐买了一本练习册, 每次做完, 姐姐都会对照练习册方面的参考答案, 检查修改。 有一次妈妈发现, 姐姐有一道题, 把正确答案改成了错误的, 一问才知道, 原来练习册中那道题的参考答案是错误的, 姐姐却只相信答案, 不相信自己。 是啊, 做事不能只凭自己的主观愿望, 更不能想当然, 要根据实际情况处理问题, 这样才能把事情做好。 同学们, 今天你们自己借助偏音, 读懂了一个故事, 还从中明白了一个道理。 现在请你和老师分角色, 再来读读这个故事吧。 老师来读旁白, 你们可以选择其中一个人物的话。 从前有个人坐船过江, 一不小心挂在他身上的宝剑掉进江里去了。 那个人马上拿出小刀在船舰上刻了一个记号。 旁边的人催他, 还不赶快捞, 在船舰上刻记号有什么用啊? 那个人不慌不忙地指了指刻的记号, 说, 不用着急, 宝剑是从这儿掉下去的, 等床靠下岸, 我就从这儿跳下去, 准能把宝剑捞上来。 像克舟求剑这样, 蕴含哲理的小故事还有很多, 比如韩非子中的正人买旅。 正人指的就是正国人, 旅是鞋子的意思。 正人买旅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请你和学习小伙伴一起读一读吧。 有个正国人打算到集市上买一双鞋, 去之前, 他先把自己的脚量了一下。 走到集市, 他才发现自己忘了带量好的尺码, 他想, 没有尺码, 不知道买多大的鞋, 这该怎么办呢? 我赶快回家拿尺码, 想再集市结束钱回来。 当正国人气喘吁吁地, 拿着尺码回到地上时, 集市已经散了, 他白跑了两趟, 却没买到鞋子。 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用自己的脚去试鞋, 他严肃地说, 我宁可相信尺码, 也不相信自己的脚。 读了正人买旅这个故事, 你想对这个正人说些什么呢? 让我们听听这两位同学是怎么说的。 我想对这个正人说, 你买鞋直接用脚试一试就可以了, 你之前良好的尺码也是自己脚的尺码, 如果测量有无差, 买的鞋也不会合适。 我想对这个正人说, 你连自己都不相信, 还能相信谁呢? 做事要灵活, 要根据事情的变化做出调整。 同学们, 读预言可以明道理。 读了《课舟求见》和《正人买旅》两个故事。 我们明白了, 对待事物要灵活变通, 随机应变, 更应注重客观现实, 从实际出发的道理。 像这样, 使人从中领悟道理, 获得教训的小故事还有很多。 比如, 手朱带兔, 自相矛盾等等。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读一读 中国古代预言故事。 相信你们一定能从中懂得更多的道理。 下节课, 我们将走进语文活动课, 和老师一起在活动中复习五单元的学习内容。 这节课就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